透明茶室是每周weekdays 周一到周五早上上海时间八点的新闻评论 有直播也有录播 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进入今天新一天的透明茶室 我们成功的 我觉得最大的胜利就是我要连续做一周 如果这次能连续做一周不间断 那之后应该就能够持续做下去了 那我们这个透明茶室就能成为一个常设的节目 这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非常想做的新闻评论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今天的新闻是关于俄罗斯市歌剧厅的恐怖袭击 这次俄罗斯歌剧厅的恐怖袭击非常的严重 然后严重之后 大家都开始说是谁干的 然后美国那边说根据情报显示 是ISIS干的 然后ISIS世界生命是我们干的 但是虽然如此确凿 而且他现在抓住的嫌疑人确实是塔吉克 就是塔吉克斯坦人 而且是穆斯林 所以说一切证据都指明的可能就是ISIS干的 但是就是有人不信邪 认为不是ISIS干的 最近发表这个看法的人 是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局长 波尔特尼科夫 波尔特尼科夫在周二表态 是乌克兰和西方特工 为莫斯科的袭击提供了便利 当然啊 这个波尔特尼科夫 他不是说就是美国人干的 但是他说这恐袭嫌疑人是ISIS 但是就是他认为西方特工 乌克兰特工本身参与在其中 协助了他们 他们不仅协助他们进入 还要协助他们撤离 所以这件事呢 是美国乌克兰和ISIS合谋干的 好 当然啊 这个记者也在询问啊 这个波尔特尼科夫就是 你能够提供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吗 波尔特尼科夫说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提供证据 所以说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局长 有这个猜测 这个事情呢 我认为啊 在俄罗斯国内相信的人 应该也不会很多 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家 我本来以为这件事是美国人干的 是大家一个半开玩笑的条件反射 是大家觉得 哦 好吧 就是 就这么 就是 什么万事怪美国嘛 所以这件事也怪美国 大家就开玩笑式的说一说 但是我非常惊讶的发现 在中国这事还真不是开玩笑 在中国 很多人是特别认真的在认为是 美国干的 我是 我有什么证据来证明 是很认真的 好 因为我长期啊 来研究这个中国国南 尤其是国南的心态 就是在虎扑这个网站上 虎扑网站上的 能看到这个中国国南中位属心态 那在虎扑网站上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帖子啊 就是有一个五毛大V 他还是五毛大V哦 就是一个叫九边的号 这个号很大很大啊 在这个国内微信公众号上 九边呢 昨天写一篇文章 说他认为不是美国人干的 这篇文章呢 就是在虎扑上被大家群嘲 大家认为一定是美国干的 认为这个人屁股歪 以上就排出了正确答案来分析 你当然分析不出什么东西了 所以我就仔仔细细看 他们他们下面的评论啊 我靠 这些人真的认为这个事实是美国干的 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说啊 这个事情 很多人在下面引发的 引用的一个评论本身 我觉得就足够荒唐了 他们本身引用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引用了Trump 说 Obama是Founder of ISIS 就是特朗普说 奥巴马是ISIS的创始人 而且希拉里也是ISIS的创始人之一 所以ISIS本来就是由美国去建立的恐怖组织 所以说这个特朗普作为吹哨人 都出来证明了这个事情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本身很荒唐啊 如果美国是ISIS的创始人 美国为什么是在中东打击 ISIS最出力的国家 这没什么道理啊 另外我就立马在想啊 第一 这个Trump这个事 合理吗 就Trump这个大嘴巴 尤其Trump骂奥巴马 那应该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我甚至开始怀疑啊 就是 就是Trump真的说过这话吗 对 就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 甚至Trump有没有真的说过这话 好 我就去搜了一下 这个Trump说 有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搜了一下 其实呢 没有 或者这个是 这个话是被大量大量曲解的 因为这个话 不是最近说的 这个是Trump在2016总统选举之前 大嘴巴说的一句话 在2016总统选举大嘴巴之前呢 就是 他说这个话 不是那个意思 然后 这个就是 在 在Trump的上下文里面啊 他其实是那种讽刺的口吻 也就是说 他说 Obama是Founder of ISIS 其实是 有点像脱口秀一样的那个讽刺 在前后文里面并不是真的 但是在传到中国网络上呢 就会成为了 这个Trump是催哨人的一个 这个形象 好 所以这个事呢 首先我觉得很荒唐啊 就居然真的很多中国人认为 这个事是美国干的 我真的觉得很难想象 当然啊 我相信现在听的人啊 应该不太不太会有人 真的认为是美国干的 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好 那我今天想给大家来说一说呢 我我并没有想证明这事 是ISISK干的 没什么可证明的 但我想给大家延伸一下 就是俄罗斯与穆斯林极端主义的恩恩怨怨 因为美国与穆斯林极端主义的恩恩怨怨 像921啊 就是人尽皆知 而且美国呢 持续的在中东打击 这个穆斯林极端主义啊 ISIS等等的 所以说遭恨是很正常的 所以俄罗斯为什么遭恨呢 那我就 我今天就要教给大家 俄罗斯其实比美国在这个事上更遭恨 大家知道美国进攻这个 包括伊拉克呀 阿富汗啊 当然会造成这个穆斯林势力很大的一个反抗啊 包括美国很支持以色列 所以美国是有确实足够的理由 造成这个伊斯兰世界的反抗 当然这个伊斯兰的极端势力 对美国发动各种各样的袭击啊 也是可以去想象的一件事情 那么俄罗斯与穆斯林的关系呢 实际上比美国的关系要更长 美国与这个穆斯林社区结缘啊 可能还就是要在从二战之后开始 但是俄罗斯大家知道 因为美国实际现在统治的地区就是北美 并没有穆斯林的伊斯兰原住民 那俄罗斯统治的地区 可就是有穆斯林和伊斯兰的原住民的 沙俄时代啊 就是俄罗斯帝国扩张时期 扩张到高加索和中亚的地区 高加索和中亚的地区呢 就是穆斯林的常驻的地区 所以说从沙俄时代开始啊 这个穆斯林与这个俄罗斯主体民族 就已经爆发了特别特别大冲突 这个冲突呢 可以说是从16世纪就开始了 当然啊 沙俄比后来的苏联好 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民族自治的措施 来同化地区的穆斯林 给予他们一定自治权 但是呢 在当时的宗教时代 也进行了好多东正教的扩张 所以高加索地区的 这个伊马穆米勒的反抗运动啊 就是19世纪 1834到1859年 持续了20年时间啊 长期的游击抵抗 也是给当时的沙俄统治 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成本 所以从沙俄时期啊 穆斯林就在反对沙俄了 大家其实也知道啊 就是有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就如果对俄罗斯历史比较了解 应该都听过 这个这个话有点血腥啊 说八开俄罗斯人的皮肤 下面都都住了一个达达人 这个话呢 达达人大家知道 这个达达人不是中国东北部的达达 不是这个就不是一个民族啊 中国东北部的达达是蒙古人的一支 但是俄罗斯那边的达达民族呢 其实就是一个中亚的穆斯林民族 说八开俄罗斯的人皮肤之下 都藏这个达达人 其实是在描述沙俄帝国 他本身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复杂性 因为我们现在看俄罗斯啊 就认为俄罗斯其实是一个 主要以莫斯科和圣米德堡 这个欧洲人种啊 为主的一个民族 但实际上俄罗斯的民族非常复杂 在俄罗斯早期的民族构成之中啊 就达达民族 哥萨克民族 这些偏这个中亚和高加索地区 尤其很多的都是穆斯林民族 也是俄罗斯重要的这个民族构成 达达人啊 也是俄罗斯现在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之一啊 在俄罗斯历史中的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说不管是沙俄时期啊 和苏联时期 大家苏联时期更是了 因为苏联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嘛 会推行这个乌斯林的政策 来限制这个宗教的自由 所以对穆斯林的宗教实践呢 也会有很多的限制 苏联呢从70年代开始啊 放宽这个对于宗教的控制 但是之前啊 跟宗教地区的矛盾 也产生了非常长远的影响 然后呢 不光这个美国进攻过 伊拉克阿富汗 大家要记得啊 就是最早的阿富汗战争 是谁打的呢 就是苏联打的 所以苏联呢 也进攻过阿富汗 所以说跟这个 很主要的一个伊斯兰国家 也有长期的恩怨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更知道的了 就是车臣战争 对吧 就是苏联解体之后 车臣一直 就车臣共和国 是一个穆斯林共和国 一直势透从俄罗斯多利 这两次的事情呢 还爆发了两场车臣战争 就是94到96年一次 99到2000年一次 99到2000年这次呢 跟普京上台 很直接的关系啊 所以说所有这些事情啊 其实大大的加剧了 俄罗斯与穆斯林的紧张关系 尤其是北高加索地区 中亚啊 车臣啊 就是对俄罗斯人 简直是恨之入骨啊 所以俄罗斯并不是一个 与这个穆斯林 没有什么关系的民族啊 实际上比起美国 俄罗斯与穆斯林民族的 关联和恩怨会更长 因此在ISIS之前啊 这个俄罗斯就非常频繁的 遭到穆斯林极端主义的恐怖袭击 95年 布德扬诺夫就有一个劫持事件 车臣分离主义 就是在ISIS之前啊 所有这些事情呢 基本上都是车臣分离主义者 来做和完成的 95年 这个我刚才讲啊 布德扬诺夫的劫持事件 劫持了一个医院 最后呢 这次事件129人死亡 99年啊 俄罗斯一个公寓的爆炸案 也是车臣恐怖分子的 而且就是99年这个事情 直接催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的爆发 炸毁了一系列的公寓楼啊 300多人死亡 后面一些事情大家比较知道了 2000年的莫斯科剧场危机 就是第一次剧场危机 跟这次有点像啊 也是车臣武装分子 占领了一个剧院 然后这个军队采用这个麻醉气体啊 麻醉里面的人攻击剧院 但麻醉气体浓度过高 也造成了很多这个人的死亡 最后这个一共造成170人死亡啊 130个人质和40名武装分子 那次武装分子人数比这次大大的多啊 那次有40名 然后是04年的很有名的 别斯兰学校的人质事件 也是车臣分离主义者啊 占领了北奥赛T 就是高加索地区的一所学校 最后呢造成了330人死亡啊 其中186名儿童 2010年莫斯科地铁爆炸案 两名女性的车臣自杀袭击者啊 在莫斯科地铁的引发照弹 40人死亡 2011年莫吉多沃国际机场爆炸案 也是车臣分离主义 自杀式爆炸袭击啊 37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 所以说从这个 当然从这个第二次车臣战结束之后啊 车臣分离主义啊 在这个高压的军事威胁之下 也是学习之下 在俄罗斯境内渐渐延期习过 就是发生的这个恐怖袭击没有之前多了 但是可见啊 之前就是由穆斯丁极端主义者发布的袭击 简直是在在俄罗斯 整个90年代到2010年啊 家常便饭 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这些都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更小的这个事件 或者挫败的进攻会更多更多 好 这里呢 到现在为止啊 就是主要的人物呢 都是这个车臣 好 我们要开始想ISIS了 但ISIS就是一个2011年之后 才崛起的一个伊斯兰国 一个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 那么IS 车臣为什么恨俄罗斯 我们很能理解啊 因为车臣想从俄罗斯联邦独立 俄罗斯不让他独立 当然就是一个问题了 当然也有俄罗斯传统 与穆斯林的恩怨 那么ISIS ISIS为什么恨俄罗斯呢 我们先说意识形态的原因 再说真实的原因啊 那么意识形态的原因呢 就是ISIS一个 强烈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啊 就他们憎恨一切的 这个基督教民族 那俄罗斯一样 东正教 也是基督教民族的一个分支 第二呢 ISIS的想建立的这个大伊斯兰国 这个伊斯兰国 包括一切他们认为的 伊斯兰应该统治的势力 其中就包括车臣共和国 整个中亚 还有这个北高加索地区 就阿萨拜疆等等地区啊 都在这个伊斯兰国的 设想范围之内 包括阿富汗等等等等的 所以现在 很多实际范围呢 就是由俄罗斯实际控制 或者是呢 由前苏联的国家 由俄罗斯的这个势力在控制 所以IS的意识形态之上 当然对俄罗斯有切勿的仇恨 这个伊斯兰国 没有绵延到北美的领土啊 但是跟俄罗斯的争议领土 比跟美国的争议领土 要多得多得多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呢 其实是 事实程度上 与这个俄罗斯的仇恨 因为ISIS 在这个 中东地区啊 有两个现实的 穆斯林派系的敌人 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叙利亚 因为IS最早在叙利亚 和伊拉克边境发迹 ISIS的实控领土 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完全剿灭啊 最大的实控领土 就在叙利亚 而叙利亚是谁的铁杆盟友呢 就是俄罗斯的铁杆盟友 所以说俄罗斯一直在叙利亚 进行实际出兵 和军事援助的军事干预 来支持这个巴萨尔政府啊 对抗这个叙利亚的反对派 也包括叙利亚内部的ISIS 所以说 ISIS的最大实控领土是叙利亚 ISIS在中东的这个最大 竞争对手啊 就是叙利亚政府 那么叙利亚跟美国关系其实一般 跟俄罗斯关系最好 所以从实际情况来看 ISIS与这个俄罗斯其实 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仇恨关系啊 也是能够来理解的 好 那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ISIS跟叙利亚不好呢 我可以给大家在这里讲一讲 因为看上去 不都是穆斯林吗 对吧 那为什么跟叙利亚关系这么 关系这么差呢 当然啊 就有意识形态的分歧 ISIS是这个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啊 要建立这个伊斯兰哈利法国 严格的落实伊斯兰的这个教法 这个叙利亚呢 但是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实业派宗教群体啊 所以说 大家也知道 这个实业派和虚拟派历来不对付 所以在ISIS的看法之中啊 这个叙利亚政府的阿拉伟派 根本就是异教徒 是没有宗教上的合理性的 所以在意识形态之上 跟这个叙利亚 其实就有根本的分歧 那更不用说 我刚才所讲的 实际上 这个政治和军事啊 这领土上的对立啊 就是叙利亚的实战领土 就是ISIS最重要的领土 当然也是跟叙利亚本身的 对于国土的控制力不强有关 所以说ISIS在中东 如果有一个最对立的国家 就是叙利亚 而这个国家最大的支持者呢 就是俄罗斯 因此从这个2015年之后啊 ISIS实际上在俄罗斯 也发动了很多恐袭啊 这绝对不是第一次啊 其中第一个就是2015年10月 俄罗斯有一个客机啊 从埃及飞往圣米德堡 在西奈半岛上空坠毁 然后ISIS宣称对此事负责 然后说啊 是在飞机上放置了炸弹 来执行袭击 报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呢 造成224人死亡 但这个事情呢 比较有争议 因为从后续的这个情况来看啊 这个飞机更像是用导弹打下来的 而不是内部爆炸 但ISIS当时掌握的军备啊 是没有打中这个高空客机的导弹的 所以这件事是不是ISIS做的 以及是不是像他们说的 是内部放置炸弹做的呢 还有争议 2017年4月啊 圣米德堡地铁爆炸案啊 15人死亡 50多人受伤 然后ISIS联系的团体和个人 跟这个是有关的 2018年8月 车臣的首辅 格罗兹尼发生了袭击事件 ISIS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 2019年12月 在车臣 自杀式袭击者 还是格罗兹尼 在一个警察检查站 引发爆炸 至少造成了一个警察的死亡 ISIS也宣称为这个事情负责 所以之后ISIS 其实已经在比较密集的 这个进攻俄罗斯了 但是 没有造成这么大规模上亡事件啊 都是比较小规模的 这个自杀式袭击 好 这次的这个ISIS的 其实攻击的俄罗斯 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这个分支叫ISISK 这K是什么呢 这K是Koroshan Koroshan就是我们翻译为呼罗山 呼罗山地区就是中亚 与这个阿富汗北部 中亚伊朗高原的这个西侧 以及高加索地区 这个地区被称为大呼罗山地区 这个大呼罗山地区呢 就是ISIS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分支 因此这部分的成员呢 来自于中亚地区会最多 这次呢三位 这次的很多人都是塔吉克斯坦人啊 所以就是中亚地区的穆斯林 所以他们属于ISIS分支 ISISK 当然这个ISIS的俄罗斯 也有一个分支啊 就是它的主要成员 就是原来车臣 车臣共和国的 以及车臣原来那个组织 叫高加索酋长国的一个组织 当然啊 这个ISIS的俄罗斯本地分支 因为俄罗斯本人的打击啊 其实并不是特别活跃 所以ISISK 就成立在阿富汗东北部 这个霍罗山地区 它的骨干人员呢 都是原来塔利班的这个人员啊 以塔利班为主 以塔利班 与现在塔利班政府不对付的 这部分人为主 所以他们呢 就成立了这个ISISK的K 然后但是呢 在驻阿美军时期啊 阿富汗与当时的这个 非塔利班政府 因为当时塔利班不是还没有统治 这个阿富汗 而是由这个驻阿美军扶植的 这个世俗政府在统治嘛 所以当时一直在打击ISISK ISIS的K呢 到这个2021年的时期啊 其实人数就已经很少了 所以说当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呢 这个ISISK 肯定是取得喘息之机 也能够有更多的发展 这个ISISK一直在发动 非常多的大规模的袭击啊 我就不从头到尾细数了 我就说最近比较大的 大家可能知道的一个 就是伊朗刚刚发生的一次 大规模的炸弹袭击 在伊朗的一个清真寺的炸弹袭击 这次炸弹袭击就是ISISK 去执行的 就我们的在世界苦查里面也讲到过 所以ISISK是非常活跃的 那这次事件呢 也是由ISISK 就是Koroshan来发起的 主要由塔吉克人发起的 所以说种种迹象和分析 都完全表明啊 当然就是ISIS对一起袭击 这没什么可说的 而且认为这里面有美国人参与 实在是不理解 就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真正相信这个事的人 当然就是太想 太想证明这些坏事 都是美国干的了 这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 第二点呢 我也觉得要么了解太少 要么我觉得智力进展水平 可能还是有点问题 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个问题 但我现在慢慢觉得 好像有一点点 就之前有一位学者啊 在接受这个台湾的这个媒体 就是这个范奇斐采放的时候 他上那个阿姨想知道那个节目 就说起来啊 这个中国这个教育方式和教育之间的投入 尤其是这个基础教育 在很多欠发的地区的薄弱 会导致很多人的智力发育 和智力发展水平不足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 我还觉得 哇这个 当然我今天也没有完全相信啊 我今天依然认为这个事情 有点缺乏 我认为它缺乏科学依据 我有点不认为 怎么拿到古人这个智力都很差吗 就是人 接受这个义务教育段 如果投入资源不足 他的日常生活 经济生活不足以他发展到 这个正常的智力水平吗 我觉得也不是吧 尤其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也很多 但后来我也觉得这事 其实比我想象中 应该还要再复杂一点 当然 我觉得比那个学者的想象 也要复杂 尤其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会怎么影响人的这个智力 和智商发育 其实是一个蛮 我觉得是个蛮严肃的话题 尤其是我看到虎扑那些人 就是 就那样就相信 一定是美国干的 他们是真的严肃的相信啊 我真的有点觉得 我不能完全排除啊 我觉得这可能和智力水平 真的有一点点关系吧 因为我觉得还挺难相信这件事的 好 我最后再来说 这个事情的一点疑点啊 这个疑点就更有意思了 我们来说一个小的阴谋论啊 首先这肯定是阴谋论啊 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小 我后来再说 为什么可能性很小啊 还有一类说法说 这事其实不是美国人干的 是俄罗斯人自己干的 你看这个形势发生了 180度大逆转啊 本来说这事是美国跟乌克兰干的 那还有人认为呢 这事是俄罗斯人自己干的 那么认为是美国人干的呢 是纯猜 认为是俄罗斯人自己干的呢 可能还说相对有一点点证据啊 有一些证据 第一呢 就是莫斯科 尤其最近在防止乌克兰的特工 等等的渗透啊 莫斯科是一个这个警察和特种部队武装啊 广泛的在俄罗斯分布 完完全全啊 尤其是莫斯科地区啊 肯定是最严密的地区 在这个地区啊 这些枪手 是在这个克罗库斯的市政厅附近 游荡一个多小时 进入到这个大局院的 各局院的 就在这个密度之下 为什么他们 居然没有被俄罗斯这么严密的警察和特种部队打断 是一个蛮奇怪的问题 第二 当然第二个很多人说 他们居然能获得自动武器 但其实在俄罗斯获得自动武器 没有那么困难了 那还有一点是比较奇怪的 就是他们被俄罗斯逮捕速度也太快了吧 他们这么快就被俄罗斯抓住了 而且他们被抓住的情况之下 没有任何人引发炸弹 而且从他们在大局院内部的流出视频来看啊 即使没有任何人穿着这个自杀背心和这个自杀炸弹腰带 这跟过去非常不一样 过去像这样的ISS的系的恐怖分子啊 都会在身上穿戴这个自杀背心和腰带 如果在面临被捕的情况之下呢 就会同归一俊 因为对他们来讲啊 就是这种牺牲是非常高尚的一个事情吧 而且他们都宁愿死也不愿意被捕 被捕之后的事情很麻烦 所以这次的人居然都没有穿 这么快就被抓住了 我觉得也是比较奇怪的啊 所以很多人会猜测 这其实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内部操作 是一个嫁祸的行动 希望能够继续支持人民对于这个乌克兰战争的支持 以此嫁祸美国和乌克兰 但是呢 我必须说啊 我认为 可能性非常小 为什么非常小呢 第一啊 我觉得在俄罗斯内部 相信这事是美国跟乌克兰做的人 应该小于在中国内部相信的人的比例啊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 现在全世界最吃这个阴谋论的人啊 第二 刚刚大选结束 这件事情会在极大程度上 制造民众对于普京是否还有足够的强力 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疑虑 因为普京在俄罗斯的统治 全是靠强人信仰和强人政治来完成的 就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很明显 如果真的是美国乌克兰 你有什么大规模回应的方式吗 最近这些导弹袭击 打击乌克兰基础 这其实跟过去也差不多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 其实对俄罗斯本身的 如果真的是俄罗斯人做的 就太傻了 就是这个普京强人政治和俄罗斯国内秩序的想象 肯定会比更差 尤其是之前美国提示 这时候会发生 然后三天之前还说 这是美国人的挑拨离间和挑衅 对吧 普京说的三天之后发生 就不跟打脸一样吗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 就是怎么可能让普大总统啊 在三天之前说 美国人说我们国内会发生恐袭 是对俄罗斯的挑衅 然后三天之后就发生恐袭 这恐袭是俄罗斯人自己做的 他们也不可能做这样计划了 所以从这一句讲表明 这事是俄罗斯人做的可能性 其实几乎也没有 但是我必须说 如果我们非要搞阴谋论的话 这事是俄罗斯人自己做的 远比这事是美国人做的的可能性要大 就是基于刚才的一些疑点 但是我依然认为这事肯定是ISISK做的 好 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这些 就为大家梳理了梳理 俄罗斯与穆斯林伊斯兰 以及穆斯林极端组织的恩恩怨怨的历史 当然就是我觉得反驳这些阴谋论 就不用反驳了 我认识相信人很少 更多的是我们了解了解这个 地缘政治等等的信息 通过这个可能比较有意思 好 同样今天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比如说我哪里说错了 你想看物 或者你对于这个透明查识本身的意见 或者你有问题 都欢迎举手语音发问 或者你也可以打在右下角气泡里面的 评论区来进行发问 看今天我们能打破这个 no comment的这个历史 照例我们等两分钟 这四个评论我看一下 琥珀上任何的讨论里 提及过俄罗斯和IAS的可能恩怨吗 我只看了那一个帖子 那一个帖子里面是没有讲过的 没有人讲这个事情 看到一个了 透明查识 为什么比其他平台音质差很多 这是X的锅 就是X的问题 音质爆差 X的音质就是爆差 X的这个streamer的音质很差 所以说我今天有 今天我有成功的把它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听回放的话 今天音质应该是非常清晰的音质 这还有一个 就琥珀上有没有提及 俄罗斯和ISS的音源 也是刚才那一条 我觉得有 超出了对琥珀人的这个要求 琥珀上的人 我没有在琥珀上看到过 柯利都能够到达这个层面的 这个国际讨论 琥珀上的这个任何 国际事务的讨论 都是特别的 特别的粗浅 但粗浅这个词源太客气了 就是特别的 我不知道 我终于又刷出来一条评论 说认知战 讨论都输了 I don't get it 首先我一直非常不喜欢 认真你就输了这个话 如果认知作战 就算真的有认知作战吧 如果认知作战的方法 应对方法 不是把这一事 前因后果讲出来 如果秉持讨论 就输了的方法 我不知道 那我们应对认知作战的方法 是什么呢 就等着他 等着自己瓦解 等着认知作战 也是加速灭亡的方式 所以我们都不要讨论 刚好可以让他加速灭亡 就如果认知作战 就是大规模的信息轰炸 和大规模的言论轰炸的话 那认知作战 我可能唯一合理的应对方式 就是用释放这个正面的 或者相对比较严肃 全面的信息去应对 对吧 所以我一直对什么认真就输了 讨论就输了 我不是很吃这种话 可能因为我就是个 比较认真的人吧 好 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时间 尤其是在这个东八区参与的同学 早上八点 真的时间非常早 那希望这期节目内容 最近有所帮助 好 那我们明天早上的透明茶室再见 大家记得感谢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 希望你今天过得愉快 关掉了 好 我们本期透明茶室探讨到这里结束 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 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 和世界苦茶YouTube视频节目 形成高地的搭配 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 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审时主茶节目 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 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 世界苦茶可以订阅newsletter 或者在推特和discord查看 透明茶室暂时在podcast更新 未来是否会挪到YouTube要看看 审时主茶在YouTube搜索世界苦茶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在show note都可以找到链接 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 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show note可以看到 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 大家的感觉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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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观看